黎明扫地位稳固,看上黎明五千万豪宅,你安排其母入住。 黎明公开自己即将做爸爸的消息,声称是为了保护家人,家人是谁?就是他的新女友阿温以及他肚子里的孩子。 黎明是家中独生子,父亲李新生是印尼华侨,到北京读大学,毕业后与黎明的母亲结婚,生下黎明,后来为了谋生到香港工作。 黎明离岁时,父母因分居两地协议离婚,离婚后的黎母去了外地,黎新生又回到北京独自带儿子,直到黎明四岁,两人才一起移居香港。 2012年,黎明与勒吉尔离婚,2014年,黎明的父亲因为心脏病离世,对于黎明而言,他身边已经没有家人,跟他关系最好的就是陪伴他多年的旧同学兼助手子权。 黎明,黎明与32岁的黎一女助手阿温因工作上的接触而日久生情,女方还意外怀孕,在这个时候,黎明将阿温以及腹中胎儿称为家人,足见他对家庭的渴望。 家人这两个字对于黎明而言,重于泰山,然而,阿温却不断被港媒接老底。 4月4日晚,港媒又有关于阿温的最新报道。 大意是说,黎明很多年之前购买了两套地质相近的豪宅,一套自住,一套投资,阿温怀孕之后就入住黎明独自居住的寓所。 另外一套距离仅仅五分钟车长的豪宅,阿温就准备给自己的妈妈住,理由是方便以后照顾孩子。 虽然现在阿温名下还没有任何物业,她也不是名正言顺的黎太太,不过她现在是黎明孩子他妈,有一定话语权。 以下是港媒相关报道。 阿温在担任李志亭助理期间,两人传出绯闻,更有报道称,阿温是因为李志亭而离婚。 阿温虽然相貌平平,但她的每一任对象都是有钱人,前夫开仓亭,前男友是富二代,爱赛车还开车行,前飞文男友是李志亭,现在她更荣升天王嫂,每次分手,她都能找到更好的,问你服不服。 然后,阿温又被港媒发现,去年十月还跟富二代前男友一起参加朋友婚宴,而当时,黎明已经将前妻乐姬儿的爱的车牌赚赠给阿温,而且根据阿温的怀孕时间推算,她有一脚踏两船的嫌疑。 总而言之,在港媒的努力挖掘之下,阿温的人设已经放塌,但,黎明还是一如既往地宠爱她,两人低调生活,静静迎接新生命的降临。